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雅得体 看身材说四十家都不为过 五十六岁的周海妹则一身白色的西装现身 但细看会发现这一套礼服并不适合她 显得她腿粗胯还特别宽 走起来都是一瘸一瘸的 有说是她身材发福了 但其实她的胯一直比较宽 早年拍摄的写真也可以看出她的胯比其他女明星要宽几个维度 而抛开身材不谈 周海妹最近几年的作品口碑也不算好 尤其是香蜜里的天后一角让无数观众吐槽 说她包牙不好看 演戏只会干瞪眼 有人甚至质疑起了她的美貌 觉得她被赞美颜值 只是所谓的时代滤镜 骂声太多 以至于她不堪其扰 不得不关闭了微博的评论 粉丝这时候只能无语凝掩 什么时候连海味也开始被人质疑美貌了 周海妹成长的年代 是港鱼的巅峰时期 长得漂亮的姑娘成年后 基本上都会去参加港姐 亚姐之类的选美 18岁的周海妹就这样没有目标的 报名参加了港姐的竞选 谁知顶着一头不符合她年龄的爆炸头 穿上高跟鞋走路都打晃的 她分分钟就被pass掉了 但是 即便她的行为举止 不符合港姐高贵大方的要求 脸蛋是漂亮的 TVB西财牵下了她 童年就让她参演了台庆剧杨家将 这部剧TVB成员全员出动 还没有展开的周海妹在里面 却是算不是很亮眼 次年流氓大亨播出大爆 清纯可人的周海妹开始被更多的观众熟知 她很特别的 尤其是她的眼睛 你一看到她是不会不认得她那种人来的 而她的颜值巅峰 应该是在与黎明主演的《今生无回》里 过了25岁 她的脸长开了 吞去了婴儿肥 脸部线条更加流畅了 加上港剧的造型比内地区起码超前20年 在各种时髦的妆容 时装之下 她的魅力一下子就出来了 她的眼睛很大 但近视很严重 一度达到1000多度 不戴眼镜她什么都看不清楚 所以常常是一种黎明状 这反而给她增加了一种慵懒又深情感觉 她的牙齿有点包牙 门牙是两颗兔牙 大而微秃 但小小的包牙会营造一种嘴唇风盈的娇媚感 都说美人天分包 威章的唇齿给她在淑女的妩媚风情中增添了几分可娇俏可燃 而她的和面是非常流畅的 五官没有瑕疵 不完美的牙齿不仅没有拉低她的颜值 反而让她变得更加有个人特色 她的骨香优越 花期越长 二十多岁时在各种港片里演绎了无数经验的角色 每名一度传播到了台湾 杨佩佩制作一天屠龙即时不远万里的邀请她去演周芷若 在她之前 已经有赵雅之 于安安 玉可欣 刘雪华 邓翠文等众多美女演员演绎过这个角色了 而她的版本一出 两岸三地一片叫好 就连金庸本人都说 我早知道是你来演周芷若 我就给张无忌改写结局了 按若原著来评判 断然是赵敏更为美一样 但造型师有点偏心 给饰演赵敏的叶童的服装太拉胯 加上她更反串了许仙 怎么看怎么像男人 于是周海妹很轻松地把她秒的扎都不剩 这时候她的演技也已经出来了 眉头一锁就有一种凄楚感 我见莲芝 黑化不需要化烟熏装 单凭眼神和微表情就能表现很辣 不甘 在一天里她跟叶童争夺马景涛失败 转身又与马景涛演了民国剧《今生今世》 这次跟她竞争的是素有内地第一美人之称的陈红 两美相争 谁更胜一筹观众一直争论不休 陈红比周海妹小两岁 在剧中饰演的秦安琪是附加千金人设 服装饰品都更加富丽 整个人雍容华贵 美艳大气 像一朵行走的牡丹花 甜尽可人的王燕 站在陈红旁边都显得格外小家碧玉了 气场一下子就被比下去了 但周海妹用两条麻花辫子 质朴的妆容 简洁的粗布衣衫 硬生生塑造了一个坚毅 清冷出尘的甜小情 成了男主角星中红玫瑰与白玫瑰 也成为一代观众心中的白月光 从台湾回到TVB后 周海妹主演了大闹广昌龙天地豪情纵横四海 将一个个美艳的女子形象留在了观众心中 可惜她时却不济 巅峰时牺牲了一场重病 当时的男友离她而去 事业也耽误了好几年 新千年后 她只身来到了北京发展 在北京买了房 开始在内地重启自己的事业 她参演了周易剧《把酒问今天》及《八镇图》 周易的古装剧造型很考验颜值 而她当时已经奔四了 美貌却依旧在待机时间内 与同剧组的王慧同框 丝毫看不出来是两人事相差了16岁两代人 那周海妹同龄的那一波TVB花旦 有很多都不耐劳 比她大一岁的少美妻 年轻的时候厌绝相将 三十一过 发腮又发腹 颜值断牙式下跌 气质都跟着变了 比她小七岁的蔡少芬同样花期太短 年轻的时候一脸胶原蛋白 看起来娇俏客人 从二十八开始脸上的婴儿肥陡然吞去 加上从那时候起她在距离老化拱眉 趁得颧骨很高 突然就没有灵气了 可周海妹的状态一直很好 四十岁眼八阵图还能从少女开始延起 不过她没有强行扮嫩 从这个时候起她逐渐转到二线 开始延长辈 眼包西窝 灭绝之类的 周芷若最终还是成了灭绝事态 而且应该算是史上最漂亮的一位灭绝 戏外她很淡薄 自己有一个小院 养养花 种种菜 日常的时令蔬菜 她基本能有自己 还有樱桃等各种水果 她养了几条狗 过着怡然自得的生活 自从与小七岁的男友分手之后 她便奉行了不婚主义 直言不需要找个男人来爱手爱脚 事实上 没有婚姻和孩子的羁绊 她确实过得不错 保养得也非常好 具体状态好不好 需要对比才知道 比周海妹小一岁的周慧敏 也是一个美人三分包的典型案例 但同样牙齿的缺陷 没有影响她成为顶级港风美人 周慧敏的气质干净 是一代育女 结婚了但没有生育小孩 2010年 在北京举行的珍维斯娱乐大典上 双周罕见携手同台 当天两人都穿着非常考验气质的裙子 一个留着急肩卷发 一个急而卷发 造型在今天看来都普普通通 但论状态周海妹要好很多 她的脸不垮不僵 比鲜瘦的周慧敏看起来更加饱满水灵 跟双周同台合影的 还有小她14岁的荣祖儿和大她一岁的吴君如 放眼望去最吸睛的还是周海妹 要知道 那个时候的女明星装萌不像现在这么艳丽 都是实打实的拼底子 周海妹到内地之后 她的团队很少营销她的美貌 基本上没有出过什么她艳压时的通稿 但实际上她跟女明星同框几乎没有失过手 比如小她4岁的中立体 年轻时是又美又纯又育的魅力晦血美人 2016年两人在某活动上同框合影 一个优雅大方 一个性感火辣 难分伯仲 2019年时尚无实现时尚盛典 中立体与周海妹再次同框 中立体仍然是走性感路线 而周海内一套黑色礼服 身材朱元玉润 却也显得红润有气质 十来天之后两人再次相遇在行动者联盟的公益圣典上 中立体一席调长裙展露风鱼身材 周海妹则选择了一身比较保守网纱裙 两人一对比 周海妹完胜 不难发现 她出席活动的礼服一直都是保守派 给人一种端庄优雅的感觉 这两年她拍戏比较少了 除了活动偶尔录个面 大家很少能在荧幕上看到她 或许是日子过得太滋润 这次她参加大电影盛典微微胖了一点 不过脸上没有医美痕迹 她是真的在优雅老去